今天是我儿子一年级的最后一天 我们准备去接他了 果果现在还没出校门呢 我趁这个时间去做个核酸 果果考得怎么样呀 全都优秀 今天英语也是优秀 昨天数学语文也是优秀 那你感觉你在你们班能考个第几名 前五名吧 这么厉害 现在不排名吧 也没分就是优秀 良和差 你们班优秀的多吗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果果既然考试全都是优秀 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你说怎么庆祝呀 吃顿大餐吧 那要不咱们吃烤鸭去 前两天去晚了不是没吃成吗 可以 大伟烤鸭店啊 行 请你们的 这几天北京老是下雨 但是也不凉快 阴沉沉的好闷热 我们现在到了 果果 爸爸跟你说话 吃了这栋烤鸭 二年级得继续加油知道吗 知道 知道什么呀 我让你家有什么 好谢谢 天天下证 这个烤鸭店在大城路附近 我初中就是在这边上的学 感觉这边的路特熟些 我现在长大了 就是他学着自己捡烤鸭 刚烤出来的烤鸭这个皮特别的酥脆 太香了 我跟果果都突然吃烤鸭 不知道为什么 大伟尝不到这个美味 总觉得吃着一般 我和果果也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公报鸡丁 我们今天点了烤鸭 公报鸡丁 樱花 虾菜心 还有一个小炒菜花 尝尝这个老北京酸奶 别看它这么大 下面是空的 这么一碗酸奶 13块钱 要是给你盛这么满满一坛子 你还没吃饭呢 就喝饱了 这个小家伙 考试还把它饿着呢 考试也费脑子 消耗能量呀 多吃点 果果刚才特别饿 吃饭还挺快 给咱们俩今天吃完了 吃完之后 再把鸭汤一喝 完美收官 南方人士饭前喝汤 咱们这时吃饱喝足之后再喝汤 像我这种减肥的也应该饭前喝汤 我们家最喜欢吃烤鸭的是小月 我感觉 其次才是果果 我今天吃了五六个 这么一大盆鸭架汤 我看喝不完了 我们仨今儿饭量不行 今天点的不多 但是都剩下了 等会打包 晚上就不用做饭了 为了庆祝我们家出了个学霸 今天的庆祝活动还没结束呢 果果 爸爸 现在带你去看一个3D电影 是恐龙的 想不想看 想 今天真是太疯不多才吧 明年要是我考前三名 岂不是 讲的更多 那肯定 只要你能考前三名 争取考第一 第一的话 我想想你爸给你个什么大奖励 绝对是奖励是你想都想不到 咱们现在去看3D怎么样 走吧 走 心里期待吗 我挺期待的 看着你俩俩 真够酷的 3D还没开始呢 你们俩这样戴上能看清楚吗 这就是5号镜 走 就是5号镜 小语 你还请默契的 火锅看得很过瘾啊 一场电影两个半小时 我们现在看完了 好吃的也吃了 电影也看了 今年年度的学习总结 咱们应该做个总结了 我怎么感觉 果果考试考好了 据他说 他在他班前五名啊 我怎么感觉 我都比他高兴呢 是不是 你呢 大人高兴的事没几件 其中孩子学习好 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果果 明年二年级 你如果再考一个前五名 我就加倍奖励你 怎么样 什么奖励 你想要什么 我都买多你 吃两顿大餐 出去玩两次 其实果果还挺伤劲的 前段时间 不是一直居家学习吗 果果还让我们俩 给他买了两本 二年级的练习册 这个假期 就让他提前预习一下 二年级的知识 其中有一本 我看 他最近已经写了几篇了 趁今天这个时机 趁热打铁 再给果果交代一下 果果 暑假的话 你把二年级的练习册 每天写一两篇 预习一下 不会的 你可以问我 或者你爸爸 然后每天 也花一小部分时间 读读英语 怎么样 可以 但是我也得出去玩玩 不能整天在家 写的一句出来 每天就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学习 肯定还带你出去玩 可以的 能做到吗 每天学习一会儿 应该能 应该能 肯定能 对吗 行 争取二年级 考前三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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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